這是一個警示的故事 人怎樣可以在未死的情況下 到靈魂出竅 而出竅的靈魂 是會變成一個惡靈的 這是一個日本的怨靈類鬼怪 它的名字就叫潘若 它這個造型 可能你會覺得為何熟口熟臉 很多西人有用這個做紋身主題 香港我也見過有 在日本的黑社會 用得更多 因為好像覺得很僻邪 這個就是潘若 是一個佛教的字 這個是一個凡文 潘若在日本的文化裡面 是一個經常見的角色 這個是能劇裡面的劇照 能劇其實一般人是看不明白的 應該是普通人不會喜歡看的 它應該是 整件事圍繞在三個主角身上 這個就叫江氏 它是一個貴族的成計人 這個是原配 加上有另外一個就是 光氏的情婦 這個故事就是出自 袁氏物語 差不多類似 好像紅樓夢那種 心功爭蠢的故事 這位就是元氏 就是光氏 是不是好像很帥 他三歲的時候 他媽媽就過了生 他就有那些戀母情義結 他就比較喜歡 一些年紀大的 mother figures 做自己女朋友 情人 老婆 他在十二歲的時候 就娶了十六歲的原配 他的名字就叫阿葵 光氏和元配 感情一向一般 因為阿葵是一個很冷淡的人 他們終於要十年成親後 他們才有第一個寶寶 當時葵是一個癮婦 這件事發生在現在這個時候 這就是另一位主角 就是第三位主角 就是程婦 程婦是一個枝書式禮 又有教養的人 其實阿葵也是 程婦是一個大戶人家的寡婦 她丈夫死了之後 她都深居簡出 她都沒什麼出來交正應酬 所以沒什麼人知道 她是誰 是誰 事緣又一次 隱婦的元配 就很悶 在家裡 那些伯仁就說 哎呀你這麼悶 不如我們出去逛逛 那後來元配說去哪裡 外面有祭典 我們去看看 很熱鬧 這樣說 那元配想一下 哎呀好啊 哎呀去啦去啦 他們去呢 就不是走去的 就是坐牛車去的 那些貴族大戶人家有錢人的牛車 就好像現在我們去攀比 啊你這車什麼model 什麼cc 什麼牌子 那樣的 那他們當時呢 就是講究 你這車的裝飾 精不精美 那些雕刻細不細緻 那些刺繡點 那類東西 因為大戶人家才給得起錢 搞這些事情 那當時呢 原配的牛車去到呢 已經沒有了好的位置了 已經什麼都看不到 迫在後面 那他呢 那些貴族 就為了想搶個好一點的位置 給原配看 那就跟另外一輛牛車 那些貴族 那些貴族就吵起來 就打架了 最後呢 原配的貴族 就把另外那輛牛車都打爛了 那那輛牛車爛了之後呢 就看到原來牛車的主人呢 就是情婦喔 那他的那些貴族 當然是 當然是不會執書 就走去聖落他 哦 原來是情婦 然後就說 你很厲害嗎 別人情婦你而已 這樣說 那這個情婦呢 就非常之 生氣了 那輛車爛了 不過他都 好像忍著沒有發火的 因為他始終是一個 他很有修養的人 但是後來呢 這個 江氏就來了 江氏來了之後呢 他竟然 他只是為了問他老婆 就跟他點頭 就沒有理到這個情婦 哇 那這個情婦的妒忌心呢 整爛牛車就只是火滾而已 但是他看到自己喜歡的那個光氏呢 就去顧著許元佩 都不理自己呢 那他就非常之妒忌了 就是著了 那他的靈魂呢 就開始就出竅了 那就慢慢呢 形成了這個惡靈 就叫做潘若 所以潘若呢 就是情婦其中一個惡靈呢 情婦其中一個靈魂呢 形成了這個惡靈的 那這個 這個 元佩呢 就是終於生了一個寶寶了 那寶寶是一個男孩來的 那可能有一個寶寶在那裏 那光氏就經常在家裏 陪著一個元佩 那因為可能有一個寶寶 哎呀好可愛呀 是不是好可愛呀 那他就說 哎呀好可愛呀 那可能多了在家裏 就少了見情婦 那我不知道啦 我沒有看到那個內容 那終於呢 這個惡靈 形成了的這個 這個 潘若呢 就晚上呢 有一天 就去找 元佩 搞到元佩呢 就暴斃身亡 那他都搞死了人家的元佩 那他都沒有面目再見了 那時候 那所以呢 這個情婦呢 他就離開了當時住的地方 他就去了伊勢 去完伊勢呢 又去了京都 然後 最後呢 他交下了這些東西之後呢 他就去出家 就做了尼姑 那他都不是很長命而已 他只有36歲的命呢 他就離開了這個世界了 他臨死之前呢 他就交大了光氏 他說我只有一個女兒 可以拜託你呢 幫我照顧他呢 但你千萬不要搞他呀 這個光氏呢 他真是花必 即是風流盛盛 他不生壽了 那他就去娶了 情婦的獨生女 做自己妾侍 那他真是所託非人 那這個故事呢 就說完了 那他裡面也有說 這個潘若其實有分三種顏色的 第一種是白色 其實就是好似原配那種 比較高貴的女性 那他的那種妒忌呢 是比較有節制的 而且他會理解 那阿光氏這麼帥 那他又是一個貴族的承繼人 那他不去追那些女人 那些女人都會飛撲過去 那其實很理所當然的 他會去理解咯 但雖然他也是妒忌的了 但是另外紅色的呢 他講的代表人物 我就不知他講的人是誰 那另外講 潘若那種 就是情婦那種妒忌 就是黑色的潘若 那他那種妒忌 那你見過他做什麼呢 他害死了原配 那他搞到他拿人命都可以的 那這種是一種很瘋狂的妒忌 那整件事呢 就是想說 其實駕牛車只是一個trigger 整件事就是說 如果你有愛 你就會用 由愛出發 你會去包容 你會理解 那你就會生智慧 那你會想到 嗯 應該怎麼做 就是很有智慧的 但是如果由妒忌出發 你就會 在心裡面呢 就產生了 貪親癡 那魔幼心生了之後呢 就大件事了 那靈魂出了竅 那自己又 又變成 惡魔 那又要受到這個 你殺了人 去拿了原配條命 那他將來也要還 造成這個熱 那其實整件事呢 都是要出於 管理好自己的情緒 只要你是由愛出發 你就有智慧 由妒忌出發 就會是一個很慘淡的收場 那希望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你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頻道 多謝